有一個第68月第5節常設委員會 我們來看看這些委員會在做什麼的 那麼這些委員會基本上都是 跟行政部門相對應 因為很多行政部門 好比說交通建設委員會 所提的案就會送來國會的 交通委員會 這是 所以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內容 第一個內閣委員會 它管轄的是內閣管轄的事項 但不包括安全保障會議 第二個管轄的是總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三離島開發管轄 還有不屬於其他委員會管轄 而由總理府管轄的事項 第二個地方行政委員會管轄的是地方公共團體 還有知智省管轄的事項 公安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三法務委員會管法務省管轄的事項 還有司法法院的司法行政事項 第四外務委員會管轄的是外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五項大帳財政委員會管轄的是大帳省管轄的事項 但不包括預算委員會及決算委員會管轄的 第六文教委員會管轄是文部省管轄的事項 還有教育委員會還有台灣所學術會議管轄的事項 第七後生衛生醫療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八龍林水產委員會管轄的是龍林水產省管轄的事項 第九商工委員會管通商產業省管轄的事項 經濟企劃廳管轄的事項 第三公正交易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但限於礦業等土地利用 第十運輸委員會管運輸省管轄的事項 第十一通信委員會管郵政省管轄的事項 十二勞動委員會管勞動省管轄的事項 十三建設委員會管建設省管轄的事項 還有國土廳管轄的事項 第十四安全保障委員會管轄防衛廳管轄的事項 第十五科學技術委員會管科學技術廳管轄的事項 第十六環境委員會管環境廳管轄的事項 還有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但不包括商工委員會所管轄的 第十七預算委員會管預算 還有第十八決算委員會管的是決算 還有同意預備費支出的事項 第三同意從決算調整資金編入稅入的事項 還有國庫債務負擔行為總報告書 國有財產增減還有限存額計算書 及無償貸款計畫總報告書 還有其他會計審計院管轄的事項 第十九議院營運委員會管轄的意願營運 議員的過程 議長的諮詢 法院法官談合和法官追訴委員會 國會圖書館還有其他議員的法規 第二十懲罰委員會 懲罰議員還有議員資格的訴訟 這二十個常設委員會 但是參議院只有十七個常設委員會 那少了哪幾個呢 就是第七十月的第十四項 十五項 十六項 就是安全保障委員會 科學技術委員會還有環境委員會 他們缺了這三個 所以他們只有十七個常設的委員會 那很好記就是說 眾議院這個眾就是比較多 是二十個 那參議院是比較少 他是十七個常設的委員會 好 那麼現在我要來講一些重點 我沒有講的不一定會考 那我有講的 你們反應不錯 所以要認真聽 等一下我會讀一遍 那麼還有時間的話 我盡可能再讀第二遍 讓你們加深印象 這麼做是因為可以說 節省大家的時間 讓一些基本要讓你們知道的 你們可以記在腦海裡 那麼考試的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你們經過考試 可以加深印象 也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實力 那你如果實力不夠 你就會知道還要再更加努力用功 OK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來讀 好 這個 只是重點 沒有辦法跟你講 我直接讀比較快 你如果還要去翻 可能會慢 有的你翻到的 別人還沒有翻到 所以你就認真聽就好了 好不好 你也可以把眼睛閉著聽 把它重點記下來 好 我唸好 你們就聽 好 這麼多的意見 我沒有辦法 聽我的就好了 好不好 OK 好 選舉參眾議院的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要達到三分之一以上 議員就可以舉行議長的選舉 OK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為當選人 好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議員四分之一以上 四分之一以上的議員要求時 議長就可以召開會議 好 議員如果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提議者 全部的人來請求 才可以撤案 眾議院議員提出對內閣的信任 或不信任的案的動議或決議案時 必須附上旅遊 由議員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者聯名 才可以向議長提出 是二分之一 一是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有 第一開會日期 開會時間 提交會議的案件及其程序 這三個都要 好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的發言 所有發言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或超出其範圍 參眾議員可以採取表決的方式 有起立表決 記名投票表決 還有無記名投票表決 如果出席的議員 要達到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 就必須記名投票表決 是五分之一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法官追訴委員會 有關議員的請假 請假必須附上旅遊 並確定日數 事先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經請假許可旅行的議員出發 和回來的時候必須報告議長 但是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請假期間內出席議員 則請假的許可自動失去效率 當選後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當選證書 不是出示那個ID卡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在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 第一次召集的時候就要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設有 20個常設委員會 參議院有 有17個常設委員會 眾議院議事規則設有20個常設委員會 有關會議紀錄的敘述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數據 會議紀錄由議院保管 會議紀錄要刊在公報上 這三個都多次 同意議員就同意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是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最多的兩個人 在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得票數如果又相同時 就由籌錢來決定 特別委員會委員人數的多寡 是由議院來決定 是議院整個議院來決定 不是議長決定 議案的提出 必須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 向議員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律案 必須附上 產民實施該款法案時 所需的經費的文書 委員會設理事一名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實 有理事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或休息後 任何人不得就議事問題來發言 表決時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時不在會場的議員 事同棄權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理由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由議長來許可 有關眾議院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執行包括書面執行與口頭執行 聽證會之公訴人指 聽取利害關係者和學識經驗者等 OK 好 先講第一次 好 繼續上課 等你們冷靜一點的時候 我再來讀一次 你如果有認真聽 就應該哭得過 有聽有保備 好 OK 行政權利行政國家 那麼行政國家 行政的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行政相關的職權擴大的關係 所以 變成行政國家 行政權獨大 主要原因就是社會福利的政策 這個就在像1929年發生那個經濟大蕭條 在美國很多人沒有職業 吃飯都出成問題 所以很多流浪漢 也造成很多偷牆的治安事件 所以那時候 樓師傅總統 老樓師傅總統 就 那個 改 弄一個新政的政策 用大有為政府的政策 來 提高社會福利的這些政策 就發放救助金啊 或者食物代金這樣子 那麼 我在大概 快四十三十五年前 我第一次去美國 我就很奇怪耶 怎麼銀行前面 都排一大堆人排長龍 我就問 他們是在做什麼 結果我才了解說 他們都是在領救濟金啊 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如果去銀行領錢 怎麼穿得好像不是很整齊 原來他們都是平民 那麼要怎麼才有資格來銀行領錢 那是不是政府要派人員去訪查 去了解哪一些人是低收入戶 而且要造冊 造完冊以後 還要激發通知書 讓那個人可以拿著這個通知書 有資格的這些人拿著通知書 去銀行領救濟金 每個月固定可以去領 這是都要行政部門 要有很多的人力 這就是造成行政人員大量增加 這也可以另外一種說 製造就業的機會 讓更多的公務人員可以來辦公 還有規制行政 剛剛講的一些建築法規 環保法規 食品安全法規 這些法規需要行政部門 來制定這些規則 那麼這些也要有相關的 有法決基礎 而且對該行業了解的人 才可以來共同制定這些行政的法規 這些法規就會侵犯到立法權 還有公共建設行政 很多我剛剛講的鐵路公路 航空港口航空站 這些建設 這些公共建設 包括水電瓦斯 供電系統 像台電的高壓電塔 這些建設都要由行政機關去發包 還有要去監管施工的品質 還要去驗收 這些都是要行政部門 所以造成行政部門越來越龐大 所以就凌駕了很多立法或者司法部門 還有國際交流行政 以前沒有飛機的時候都是用船 所以交流的往來就沒有那麼頻繁 後來飛航區很流行以後 機票便宜以後 現在不管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流 現在民間的文化藝術的交流也很頻繁 那這些都要行政部門來做後面的資源 像童韓節可以邀請很多國家的人來一起參與 那一般主辦國都要提供機票 還有一些接待的人員 接待國外的這些文化交流的人員 那麼這些都是讓行政部門組織越來越龐大 OK 全力智能功能失調 這一點也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司法部門 像行政部門有制定交通法規 而且這些法規 還是由他的行政部門警察單位 來執行 開罰單有沒有 你闖紅燈超速 都是由警察來開紅燈 那警察也是屬於行政部門的議員 那麼 司法部門好像沒有作用 除非是刑事案件 所以這些有些所謂司法部門 司法本來是在處罰裁糧 處罰判刑的這個單位 那像交通違規這種處罰的事情 都是直接由行政部門全包的 你罰款你要去繳罰款 OK 好 那立法部分受到損害的部分就是說 剛剛講的一些法規 比較細的 像剛剛講的建築法規 這個食品安全法規 變成是行政部門自己在制定法律 不用經過立法部門 這也等於侵犯了立法 國會的立法權 可是這些都比較細部的 國會的立法委員不可能去做到那麼細 這就是也是造成行政權越來越大 越來越獨大 OK 還有行政部門作用機動反應的功能 好比說萬一有一個家 他招了小偷 在晚上的時候 家人都在睡覺 小偷來偷東西 結果不小心驚醒了家人 這些家人都出來 圍著要抓這個小偷 結果小偷 抽出刀子殺人 然後為了要逃跑 結果就殺了人 好 就變成一個刑事案件 但是這個小偷還是被抓起來 那怎麼辦 第一個是不是要打119 報案 請警察人員來把這個小偷抓起來 帶回警察局製作筆錄 移送法辦 還有另外一個 你是不是要打119 叫消防隊派救護車 來把受傷的人送去醫院 那這個兩個消防局也好 警察派出所也好 通通是行政部門的人員 你不可能打到立法院去 也不可能打到施法院去 去找那些人員 立法人員他沒有在管這個 而且他在匯集的時間 他也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變成施法單位或者是立法單位 都沒有辦法 向行政部門可以激動的反應 誰傳誰到 所以也變成行政部門 他幾乎說同攬了整個國民的需求 你需要做什麼 都是這些行政部門在支援 救災的時候 也是行政部門消防署 消防局各地區的消防隊出動去救援救災 那麼行政國家有一些問題點 我們來探討一下 行政在權力分立體系上突出壯大 使立法本來是立法優先優位相行施設 本來是要先國會立法 你行政部門來依這個法來行政 這個優位好像被行政部門 這個突出壯大以後 好像變成施法單位跟立法部門 都相形見左 好 那麼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 將由專業的技術文官體系 這些行政所長 這些隔園這些精英 來取代 變成行政權獨大 那麼政治的主導權 將由國會移轉到行政機關 以前都是國會在主導立法 然後讓行政部門依法行政 可是現在好像有倒過來 已經轉到行政部門 轉到行政機關去 好 好 還有一點時間 我看我再來 讀一遍 照顧大家 好啦 割下了 來 議案的提出 必須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來向議長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律案 必須附上產民實施該款法律案時所需經費的文書 好 好 委員會設理事一名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故時 有理事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或休息後 任何人不得就議事問題來發言 表決時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時不在會場的議員 視同棄權 議員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理由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由議長許可 有關眾議院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進行 執行包括書面執行與口頭執行 聽證會之公訴人 聽證會之公訴人 只聽取厲害關機者和學識經驗者等 選舉參眾議院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要達到三分之一以上的議員以後 才可以選舉議長 是三分之一 參眾議員重要的職員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為當選 是過半數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四分之一以上議員要求時 議員就可以召開會議 是四分之一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提議者全部的人來請求 才可以撤案 要全部 眾議員 眾議院議員提出對內閣的信任不信任的動議或決議案實 必須附上理由 由議員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贊同者聯名 來向議長提出 是二分之一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四項有開會日期 開會時間 提交會議的案件及其程序 這三個都要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的發言 其所有的發言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或超出其範圍 參眾議員可採取的表決方式 有取締表決 無記名投票表決 記名投票表決 如果出席議員要達到五分之一以上要求 必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是五分之一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是法官追訴委員會 有關議員的請假 必須附上旅遊並確定日數 事先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經請假許可履行的議員 出發和回來的時候都必須向議長報告 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請假期間內出席議員 則請假許可自動失去效率 當選後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當選證書 好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在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的第一次 就要召開來召集來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規定設有17個常設的委員會 那眾議院的議院議事規則則設有20個常設的委員會 有關會議紀錄的敘述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數據 會議紀錄由議員來保管 會議紀錄也要看在公報上 這三個都要 同一個議員就同意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率最多的兩個人 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得票數相同時 由抽籤來決定 特別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是由議院來決定 是議院全體議院來決定 不是議長 好以上 這樣 聽到有沒有 有 有喔 有喔 他說有喔 我 我 這樣空間居毛毛 欸 聽到有沒有 一半一半欸 我 faire還沒說完呢 好啦 不過你們這集的 特別雞帶啦 好啦 我再黏一拜 好啦 感恩 来 议案的提出 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 与赞成者联署 向议长提出 附带预算的法律案 必须附上产民实施该款法律案时 首席经贿的文书 委员会设理事议名或庶民 如果委员长有事故时 由理事长来行使职务 议长宣布开会之前 即宣布散会 延期开会或休息后 任何人不得就意识问题来发言 表决时不得附带任何条件 表决时不在会场的议员 事同弃权 议长可以许可 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 必须制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 和证据的诉状 委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提名 委员的辞职也由议长许可 有关众议院进行法官弹劾 法院的审判员及预备审判员的选举 以单纪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执询包括书面执询与口头执询 听证会之公诉人指 听取利害关机者和学士经验者等 选举参众议院议长 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要达到 三分之一以上才可以举行议长的选举 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 以获得过半数的选票为当选人 议院修会期间 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 或总议员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要求时 议员可以来召开会议 是四分之一 议员若要策为所提出的议案 必须全体提议者全部的人来请求 才可以策案要全部 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的宣认 不信任的动议案或决议案时 必须附上理由 由议员出席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同者联名来向议长提出 是二分之一 议事日程中要记载的事项 有开会日期 开会时间 提交会议的案件及程序 这三个都要 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 其所有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问题 或超出其范围 参议院 参重议员可采取的表决方式 有起立表决 记名投票表决 无记名投票表决 这三个都有 如果议员 如果出席议员达五分之一以上 提出要求 就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 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 有关议员的请假 必须附上旅游 并确定日数 事先向议长提出请假书 经请假许可旅行的议员 出发和回来的时候必须报告议长 但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 如果在请假期间内又出席议员 则请假许可自动失去效力 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 必须向事务局出示当选证书 参议院调查委员会 在参议员议员定期选举后 第一次召开的召开集会的时候 就要设立 参议员议事规则规定设有 4号 4号